白色火光直衝天際 伴隨轟然巨響拉出長長氣流 清晨6點26分開始 半小時內屏東九棚基地一連發射四枚天宮防空飛彈 空軍在東南部地區年度重要操演 幾乎天天都有新銳飛彈測試 前一天更是重頭戲 閃亮光點化過夜空 這畫面可是台灣最大軍事機密之一 16號凌晨4點多 這枚飛彈發射出後 火箭加力氣脫落 彈體在空中持續飛行 約一個小時後命中目標 傳出這就是代號雄身雄二一巡翼飛彈 雄二一的射程從基本型的大概600到800公里 現在有真程型大概1000到1200公里 那它最主要是 國軍最主要是用來做這個所謂的跨海打擊 或者是源頭打擊 它是以攻擊中國大陸在東南沿海的軍事目標為主 雄身號稱台版戰斧飛彈 由於射程可長達中國南京 軍方過去高度保密 這次是雄身飛彈服役十多年 發射形狀首度曝光 然而第二段加力段疑似沒點火 就墜海引發熱意 雖然有這個跨海打擊的飛彈 但是我們並不像美國一樣有這個強大的這個衛星監控系統 還有衛星導航的系統 所以我們的巡翼飛彈基本上並不具備攻擊機動目標的能力 在攻擊之後我們也缺乏這個比如說足夠的衛星能夠即時確認它的攻擊戰果 沒法自主定位遠程移動目標 也沒法即時確認射擊結果成為類似長城飛彈致命傷 不過軍方保密到家也讓外界多了想像空間